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动机之一,从多次以惊人的破坏力横扫大半个欧洲,直到今日,德国仍然是个国力强盛的大国,然而在欧洲地图上,德国的领土规模看起来却并不显眼。 德国的国土面积只有35.7万平方公里,比中国云南省面积略小,低于俄罗斯、乌克兰、法国、西班牙、瑞典、挪威,位列欧洲地区,相比于法国的55.2万平方公里都小了不少。 很多人都忘了,德国一度是西欧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即使在正常状态下也能和法兰西相提并论。 这样一个强悍的帝国为什么缩水了呢? 德国最早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公元962年至1806年间,神圣罗马帝国。 这个看似庞大的帝国内分布着大大小小三百多个侯国,公国、贵族领地、自由城市。 皇帝只是民意元首,实权掌握在各地领主手里,松散不堪。 随着周边国家一个个完成统一,中欧也需要一个统一的德国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 是普鲁士和他的铁血首相匹斯迈。 1863年,丹麦颁布新宪法,把其占领的主体居民为日耳曼人的石勒·苏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归入丹麦领土。 这在德意志地区引起强烈的不满,匹斯迈趁机说服德意志最强大的邦国奥地利一起并肩作战。 1864年,普奥联军击败丹麦,丹麦撤出其占领的领土,将石勒·苏伊格割让给普鲁士。 赫尔斯泰因割让给奥地利,得胜的两方约定普鲁士在奥地利占领的赫尔斯泰因有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铺设电缆的权利。 其实,这是匹斯迈故意为日后向奥地利开战埋下的伏笔。 他深知两国早晚会有一战,必须为普鲁士准备好先发优势。 1866年6月,普鲁士借着保护工程的借口出兵占领荷尔斯泰因,激怒了奥地利。 普奥战争爆发,此前匹斯迈已经成功说服俄法中立, 被意大利加盟并逐步吞并了普奥之间的一系列小邦国,做好了万全准备。 7月,双方在萨多瓦展开决战,普军以不足万人的伤亡,歼灭并俘虏4万多澳军。 不过,匹斯迈并没有选择赶尽杀绝。 为了在未来的普法对抗中利用这位德语兄弟,他选择合意。 被打怕了的奥地利放弃荷尔斯泰因,承认普鲁士的各种既得利益, 还把巴登、福腾堡和巴伐利亚三个邦国被纳入普鲁士的势力范围,自己彻底出局。 普鲁士如此崛起,最焦虑的是法国。 普奥战争结束后,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 要求匹斯迈把德意志地区南部的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的部分领土让于法国。 作为法国在普奥战争中保持中利的报酬,匹斯迈自然不会答应。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然而法国实力不济,在色当被全歼。 普鲁士一路打到了巴黎,只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求和。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其占领的巴黎凤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德国皇帝, 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这也成了奥地利和法兰西永远的耻辱。 如日中天的新生帝国东至东普鲁士与俄国接壤, 西道阿尔萨斯、洛林与法国和卢森堡相邻。 南达巴伐利亚,紧靠奥地利,北底石勒苏伊格地区与丹麦相连。 领土面积约为54万平方公里,是当时欧洲除俄罗斯和奥匈帝国以外,面积最大的国家。 德意志长期的分裂状态从此结束,成为了欧洲头号强国。 1890年,在新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排挤下,皮斯麦被迫辞职。 皇帝全面执掌德国大权,让国家战略发生了巨大转折。 浩大喜功的威廉二世,大幅度改变了皮斯麦的对内对外政策, 拒绝继续拉拢俄国,孤立法国。 并在海军争霸,殖民地争夺等问题上得罪了英国。 结果就是英、法、俄三国结成了同盟,一起封锁德国。 与此同时,威廉二世在国内积极推行扩张主义, 使普鲁士传统中的扩张主义进一步强化, 让德国失去了韬光养晦的机会,变得侵略性十足。 1914年,德国带领几个小伙伴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发动了一战。 他们的对手却是协约国方面的英国、法国、俄国, 以及支持他们的塞尔维亚、比利时、意大利、美国等合计31个国家。 这其中还包括了中国。 当时的北洋政府也审视多事加入了协约国。 1918年,德国的三个小伙伴先后向协约国投降, 德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战败。 威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逃往荷兰。 1918年11月,德军正式投降,签署凡尔赛合约。 合约中对德国的多处领土进行了分割, 德国的领土丧失从此开始。 德国西部,法国作为战胜国要求德国归还阿尔萨斯和洛林, 恢复普法战争前的疆界, 并且将萨尔煤矿区交给法国代管15年。 然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 比利时也作为战胜国分了一杯羹, 获得了德国的尤本及萨尔煤底地区。 德国东部,为了制衡德国,波兰得以复国。 为了削弱德国,切断东普鲁士与德国主体的联系。 同时,为了避免波兰经济上过于依附德国, 给予波兰出海口,将波森省,部分西普鲁士,部分东普鲁士, 及西上西里西亚,但则划归波兰。 从而形成了一条几十公里宽的波兰走廊。 此外,东上西里西亚给捷克·苏洛伐克, 库莱佩达地区给立陶宛, 北部德国,石勒苏伊格北部地区经过公投,回归丹麦。 凡尔赛合约,割让德国疆域面积合计约7万平方公里, 使得德国面积与战前相比减少约13%。 驿站后,凡尔赛合约的科克条款压得德国喘不过气来, 同时德国的军事实力快速发展, 对凡尔赛体系的不满日益严重。 1933年,小胡子出任德意志第三定义, 德意志称霸世界的灵魂被再次召了回来。 1938年至1939年, 德国先后占领了奥地利·捷克·苏洛伐克, 1939年入侵波兰,挑起了二战, 疆域一时间又大了起来。 然而德国在道义上失道寡注, 随着美国、苏联等国陆续参战, 反法西斯同盟国已经达到50多个。 在综合实力上, 远远超过了德一日轴心国, 德国再次迎来了战败的命运。 1944年, 随着德军的败退, 波兰复国了, 并要求恢复原有国土。 然而波兰是1939年, 在德国和苏联的联合围欧下面亡的。 德国占了波兰的西部领土, 苏联吞并了波兰东部领土。 此时, 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理所应当地回归了波兰, 然而苏联却不想归还其占有的东部波兰领土, 这是获得独立的波兰的疆域被严重压缩。 于是在苏联的主导下, 苏占波兰领土被直接划入苏联。 作为补偿, 苏联将德国东部的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地区划给波兰, 并且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指出, 德国的军国主义根源位于普鲁市的发源地东普鲁市, 为了避免战端再起将东普鲁市首府科尼斯堡及周边地区划入苏联领土, 东普鲁市其他地区划给波兰。 这样的领土划分方式苏联占尽好处, 德国版图则严重缩水。 德国从二战前的约47万平方公里领土缩小到二战后的35.7万平方公里, 损失国土约11.3万平方公里, 损失国土比例约24%。 最让德意之人伤心的是, 自己本民族的发源地东普鲁市永远离开了德国。 这里曾诞生了哲学家康德, 数学家哥德巴赫, 哲学家赫尔巴特, 数学家希尔伯特等众多历史名人。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 德国领土从一战前的约54万平方公里, 缩小到了现在的35.7万平方公里, 共丧失了约18.3万平方公里的疆土, 损失面积占其一战前总面积的34%。 虽然历经磨难, 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却没有打垮日尔曼民族, 德意之民族他们在剩余领土上重新崛起, 再次创造了经济奇迹, 成为了欧洲第一经济体和欧盟的第一话语全国。 更令人敬佩的是, 德国勇于正视历史和反省自己的过时, 诚恳地向全世界人民道歉, 主动地为罪行承担责任, 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原谅和尊重。